息息相关 要拍一下 我都不去拍一下 晒太阳本来就比较好 阳光会和皮肤合成维他命D 这是人体必须的养分 缺乏维生素D 它其实不单纯只是在骨头上面会造成我们的影响 它可以视为我们是人体的另外一种荷尔蒙 心血管疾病啊 免疫力啊 等等都有影响 每天要晒太阳多久 有关键密码 15分钟的吸收之后 那它所生产出来的维他命D的浓度基本上就够了 多的基本上反而就变成延伸出说一些 这些紫外线造成我们皮肤本身的问题 如果温度超过30度以上 在外头大概晒的时间都不能太长 并不是晒越久就会有越多维他命D 聪明晒太阳把握天天15分钟 大爱新闻的雅萍 蔡玉凯台中报道